第二百六十六集 咄咄相逼 阿彪四个人身经百战 虽然对方人多势众 但却不被四个人放在眼中 秦无天为首的一位宗师 一掌横扫过四个人 明明手掌没有碰到四个人 但是一股距离 却是施加在阿彪四个人的身上 喷喷喷 像是慢动作一般 阿彪四个人先是身的一顿 而后 比以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去 狠狠砸在各种斩架之上 一片女孩的尖叫声响起 在店内的导购女孩们可是吓得不轻 一个女孩在前台打着电话 带着哭腔说道 经理 经理您快过来 有人来砸场子了 唐军的神色阴沉 但却没有慌乱 急忙吩咐着 同时也打电话报警 自己也快速地朝着金融中心内赶去 公安队这一件事情 也是高度的重视 立马派出大量的刑警 朝着金融中心赶了过来 为首的局长则是满脸怒火 现在帮派分子真的是太大胆了 居然敢在金融中心里闹事 你们不要过来 江流看的一星人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更是吓得连连后退 怎么可能这么强 要不是看着嘴中还留着大口大口鲜血的阿彪四个人 江流都认为这是在演戏 只是眼前一花 根本就没有看见对方出手 但是阿彪四个人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了 我爸可是荣城商会的副主席 你们不要过来 江流有些恐惧 这群人下手真狠 害怕自己也被打成阿彪等人那副模样 郭早 秦无天的眉头一皱 冷哼一声 哄 这一道声响 在外人听起来很轻 但却是在江流的脑海之中乍响 让江流哼也没有哼一声 就倒在了地上 耳中缓缓地流出了血液 你们在这里守着 不要让人进来 秦无天说完 朝着沙发上的北风走去 站在沙发之前 一脸玩味地打量着北风 北风依然不为所动 只是一眼就看出了 眼前这个男子的境界 先天初期巅峰 加上这个男子的年龄 已经算是一等一的天才了 但是在北风面前 还是不够看 你是什么人 北风放下茶杯 看着秦无天 那玩味的脸色眉头一皱 这是吃定我了吗 秦无天坐在北风的对面 神色傲然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秦 秦无天 又是秦家 你们秦家 都闲着没有事情做吗 我说过了 你们秦家 与我无关 北风的眉头紧锁 心底有着一股厌烦生气 还真是没完没了了 你生气了 你应该生气的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应该是你的 你应该高高在上 受万人景仰 而不是去 屈居孽家 做一个守灵人 秦无天笑着说道 同时打量着北风 当他看到北风的脸上 丝毫不辨识 秦无天收敛了笑容 看得出来 对方是真的不在意 秦无天的脸色不好看 自己为之骄傲的资本 在对方的眼中 就这么丝毫不值吗 这次父亲 让我过来带你回家族 不管你是否愿意 你都必须跟我回去 秦无天寒声说道 同时身上一股 灰红的气势 生疼而起 向着北风压了过去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换一处吧 北风起身 丝毫不受秦无天的气势影响 当先朝着外面走去 同时玄悦等人 也跟在北风的后面 嗯 秦无天此时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北风的身上 倒是没有看见玄悦 此时一见 瞬间惊为天人 此时商场中 大批的保安赶了过来 黑压压 足足几十人 手中拿着电棍 把这家店包围了起来 一位宗师神色不屑 瞬间化到猛虎 如虎虎羊群 走到哪里 哪里的保安就躺下了 前后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几十位保安 全部躺在地上哀嚎着 旁边一群看热闹的人 也是一脸目瞪口呆 这还是人吗 一个人单挑几十个人 李小龙重生也办不到吧 北风的神色不变 就如同一位宗师 能打几十个保安一样 自己也能够轻松调打 几十位宗师 一辆辆警车 停在金融中心的下方 一群警察快速朝着 金融中心里冲去 在金融中心里 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情 影响可是很大的 北风与秦无天一行人 一前一后地锁在大厅中 正好遇见了 快速进入大厅的一群警察 就是他们在闹事 双方交错而过的一瞬间 一声惊呼响起 在店里的一个女孩 跟在北风一行人后面 指着一行人大声说道 站住 我让你们停下来 一群警察反应迅速 立马掉头 对着一群人命令道 北风雨晴无天 恍若未决 步子不快不慢地向外走去 一群宗师中 只停下来一个人 谁是主事人 出来与我对话 停下来的宗师 丝毫不惧 对着一群警察问道 我是清城市公安局的局长 你们这种行为 已经构成了犯罪 马上放弃抵抗 配合我们调查 周国生站出来 一脸刚毅的面容上 不弄自威 看着北风一行人 丝毫没有停下的脚步 立刻大手一挥 让人前去围解 啪 一本蓝红色的小册子 打着旋的落在周国生的面前 周国生捡起来看了两眼 脸色一变 收队 局长 我说收队 周国生嘴角抽搐 毫不犹豫下达命令 一群警察疑惑地询问着 但周国生再次加强了语气 一群警察也停下了脚步 眼睁睁看着北风一行人 消失不见了 周国生恭敬地 把手中蓝红色的小册子 还给这位宗师 拿回蓝红色的小册子后 那宗师快步地追上 秦无天一行人 消失不见 唐军是一脸懵逼啊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我报警来抓他们的吗 怎么现在搞得 这一群人才是大爷一样 大摇大摆就离开了 唐军大声地质问着 周局长 这群人可是暴力分子啊 就这么让他走了 我店里的损失算谁的 抱歉 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了我的处理范围 手对 另外 小高你跟上他们 周国生摇了摇头 快速在一群警察的簇拥下离去了 喂 市长 我有一件事情 要向您汇报一下 上了车以后 周国生打了一个电话 不知道聊了一些什么 随后如实重负 而青城舞者监察部 则是忙碌起来 三位宗师带着十几位 暗境巅峰的舞者 朝着小高汇报的地方 快速地赶了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